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从国际紧张局势到本地动物遇险 再到国际交流的最新进展 应有尽有 首先 谈到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 导致世界中央厨房的车队遭受攻击 7名援助人员不幸丧生 这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以军经过调查后 发现此次行动存在严重错误和违反程序 结果两名高级军官被解雇 并对一名高级指挥官发出谴责 这样的结果 让人们对于军事行动中的准确性 和人道主义问题再次提出质疑 接下来 我们转到中美关系方面 最近中美两国商务部副部长进行了会谈 双方针对对方的商贸问题表达了关切 这次会谈是在一系列紧张关系之后进行的 包括对华家争关税 泛化国家安全 制裁中国企业等问题 这次会谈是否能为两国关系带来转机 还有待观察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一起来自非洲赞比亚的惊心动魄事件 一群游客在国家公园的Safari Drive中 遭到一头发狂的大象追赶 并先翻了他们的越野车 导致一名80岁的美国老夫人不幸丧命 其他人则受伤 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 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尊重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以巴冲突 世界中央厨房预炸7人丧生 以军解雇二高官 星岛日报 以色列在加沙空袭慈善组织 世界中央厨房 World Central Pitchin WCK的车队 导致7名援助人员丧生 引发各界炮轰 以军调查后发现有严重错误和违反程序 宣布解雇两名军官 并谴责一名高级指挥官 据路透社报道 调查发现 以军违反标准程序 当无人机袭击世界中央厨房的三辆车时 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正在攻击哈马斯枪手 军方周五发表声明说 对援助车辆的袭击是一个严重错误 源于错误识别 决策错误 以及违反标准操作程序的攻击 而造成严重失误 军方宣布解除了一名上校级旅参谋长 和一名少校级旅火力支援军官的职务 并向包括南方司令部司令将军在内的高级军官 发出正式谴责 世界中央厨房车队遇袭 导致包括三名英国人 一名澳洲人 一名波兰人 一名美加双吉 和一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该组织行政总裁戈尔 Aaron Gorn怒斥 这是在食品被用作战争武器的最严峻情况下 针对人道主义组织的攻击 不可原谅 中美商务部副部长会谈 对各自商贸问题表关切 联合早报 北京 华盛顿综合讯 中美两国商务部高官 在美国进行对话时 针对对方的商贸问题表达关切 据中国商务部官网星期五 4月5日发布的消息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 应邀在4月2日至5日访美 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歌 共同主持召开 中美商贸工作组的首次副部长级会议 王寿文就美国对华 加征301关税和相关301调查申请 泛化国家安全 制裁中国企业 修订贸易救济调查规则 双向投资限制 对中国企业不公平待遇等重点 表达关切 根据路透社星期四 4日引述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声明报道 美国官员在上述会议中提及影响 美企商业和市场准入的问题 其他商讨议题还包括跨境数据流通 和监管透明度 拉歌在会议中 对中国工业领域产能日趋过剩 影响美国工人和企业 表达强烈关切 拉歌将在今年下半年率团访华 与中方共同主持中美商贸工作组 第二次副部长级会议 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富华前曾指出中国新兴产业光伏产品 电动车比电池产能过剩 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 中美官方近期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拜登星期二二日通话 是两人在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后的首次直接对话 习近平在通话中强调 美国打压中国的经贸科技发展 不是去风险 而是制造风险 白宫则说 拜登就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行为 向习近平表达关切 中美商务部长王文涛和雷蒙多 去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会谈时 同意在今年第一季度举行商贸工作组 副部级首次会议 王寿文和拉歌今年2月进行视频通话 就首次副部长级会议筹备工作 和双方关切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 深入的沟通 打破沉默为黄子脚道歉 孟耿如 这段婚姻是我的选择 联合早报 台北逊黄子脚网购未成年少女不雅片遭谴责 他的演员妻子孟耿如 4月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打破沉默 关于外界觉得为何不离婚 他在发文中很明确地说明了立场 身为他的妻子和小孩的妈妈 这段婚姻是我的选择 也是我要负起的责任 我会承担自己所有的选择 尽全力陪伴和付出 孟耿如认为老公做错了 就该罚 该承担 该面对 不过也说 非常抱歉 起初黄先生未了解贩售者影片的取得来源 而忽略了网站背后细思极恐的犯罪问题 无论如何 影片下载及购买的行为 促使了非法网站的猖獗 及造成更多女性的伤害 这部分真的错了 他提到这段时间看到老公的忏悔与愧怼 我期许我自己能有更多的力量 来为社会再多做一些什么 这是我知道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的 我们会投入公益帮助社会上更多人 发文底下的留言 大多给予正面回应 网民多半理解犯错的并不是孟耿如本人 也有人直言这是他的婚姻 不是你的婚姻 不过也有人觉得 孟耿如替老公讲话有美化之显 功夫巨星红金宝五月来新 出席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大师班 联合早报 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和新加坡电影协会 4月5日傍晚公布 香港功夫巨星红金宝五月来新 它将在第12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举行期间 参与亚洲电影大奖学院 Asian Film Awards Academy 简称AFAA大师班系列和其他电影节活动 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也宣布 本届首次推出焦点影人 Filmmaker in Focus 环节 首位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焦点影人 是红金宝 电影节将放映五部红金宝的经典电影 当中包括由他担任主演 导演以及武术指导的赞先生 于找钱华 1978年 香港僵尸片十足 鬼打鬼 1980年 福星系列电影开山座 奇谋妙纪舞福星 1983年 让他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 和亚太影展双料影帝的 七小福1988年 与近年的特工爷爷2016年 所有电影均以粤语原音 并配以中英文字幕放映 新加坡电影协会主席陈继贤 在文告中说 从专业角度来看 红金宝大师能力临 并呈现他的五部杰作 跟业者与影迷交流 这是万分的喜事 对于我个人而言 终于有机会 握到我崇拜了十几年的偶像的手 有一种哇的感觉 亚洲电影大奖学院 行政总监连佩炫说 这次的亚洲电影大奖学院 能邀请到 华语电影《武术之光》 红金宝导演出 《习大师班》系列 确实难能可贵 期盼观众能透过讲座 了解他拍摄不同电影的理念 以致香港电影的辉煌历史 在这里 我一特别感谢 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支持 有这份支持 才成功举办了这次的活动 第十二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期间 举行的《大师班》系列 由亚洲电影大奖学院主办 新加坡电影协会协办 创意香港电影发展基金 以及香港驻新加坡经济贸易办事处资助 活动详情 红金宝大师班 地点 拉萨艺术学院新航剧场 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 CS Theatre 日期 5月4日 星期六 时间 下午30至5时 免费入场 请先到活动网页 samohomasterclassptics.com注册 红金宝精选回顾作品放映 地点 嘉华白沙服娱乐广场 GV Beugis家 票价 15.50美元 公众 14.50美元 新加坡电影协会会员 新加坡社科大学教职员 学生 校友 嘉华院线 movie club会员 门票 可在嘉华院线的售票处 或网站gv.comsg购买 撞到英 姜涛涉嫌严重违纪违违法 正接受调查 星岛日报 姜涛违法受查 不过 出事的并非在香港红透半边天的 Mayer姜涛 而是北大荒农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涛 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 这位北大荒农业董事长 涉嫌严重违纪违违法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资料显示 北大荒农业服务集团 于2020年12月29日成立 法定代表人为姜涛 北大荒现代农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是前述公司大股东 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同样为姜涛 而前身为黑龙江省农肯总局的 北大荒农肯集团有限公司 则是前述公司大股东 持股100% 据北大荒农肯集团网站介绍 北大荒集团辖区土地总面积 5.54万平方公里 现有耕地4448万亩 林地1362万亩 草地507万亩 水面388万亩 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下辖9个分公司 108个农牧 长有限公司 978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内地2亿人灵活就业 保障劳动权益成挑战 星岛日报 内地经济下行 灵活就业人口已达2亿人 但灵工劳动权益存有问题 媒体分析指出 因完善劳动法规定 并引入灵工工商意外保险机制 以确保雇主及灵工的双向权益 内媒工人日报 《今日刊出灵工与企业如何更好实现双向奔赴》 文章当中指出 内地近年灵工经济迅速发展 灵活就业人口已达2亿人 而据2022中国灵工经济行业研究报告估计 2036年灵活就业人口可能达到4亿人 其中 有不少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出现在灵工市场 日节工 小时工 实习生等经历 提供年轻人争取转正的机会及多接触社会的经验 此外 内地一线城市灵活用工占比已达25.6% 灵工已逐步成为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主流用工方式 各地区也在近年逐渐成立灵工市场 建筑工地 装修公司 外卖平台 网约车公司等企业也开始大量招聘灵工 重庆市劳动模范毛铁表示 主要是因为企业出现季节性 临时性 零散性的订单 企业只愿意在短期内聘人手 零工工作机会自然就出现 不过报道提到 在零工经济壮大的同时 一些问题也逐渐出现 包括工人无法如期拿到薪水 部分行业零工职业伤害风险高 在发生事故时 劳动权益难以获得保障等问题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明月胡云上山路 科创基地项目党支部书记张厚辉表示 工程建筑的劳务组零工多为杂工 没有在城建方登记备案 导致零工工资容易被拖欠 为解决问题 将逐步完善零工入场备案手续 以及提醒零工离开前 报被工资是否结清 重庆九龙坡区人大智库专家 唐世勇建议 因完善劳动法相关规定 让规定能明确适用 零工经济业态的新型用工关系 并透过平台 引入零工工商意外保险机制 保障雇主和零工者的双向权益 北上注意 深圳发布分区暴雨黄色预警 料有雷雨暴风 星岛日报 深圳市气象台经 5日下午1时30分 发布保安区 光明区和珠江口雷雨大风黄色预警 和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2至3小时内 上述区域将出现20至40毫米降雨 并伴有雷电和8到9级短时大风 请注意防御雷雨大风和暴雨 可能引发的局部水禁 山洪等灾害 并落实各项防风防雷电措施 广东已进入强降雨 强对流多发季节 据广东天气消息 清明假期期间 受冷空气 切变线和高空槽影响 越北珠江三角洲北部市线 有连续性暴雨过程 部分市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珠江三角洲南部 和越东市线 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部分市线伴有8级 10级雷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据深圳天气消息 上游的雷雨云团 已东移至佛山 中山至广州南沙一带 上述地区已出现雷暴 8到9级阵风和小冰雹 预计未来2至3小时 雷雨云团继续东移 深圳市西部海区 保安 光明 龙华 将有雷阵雨 雨量达20至30毫米 伴有雷暴和8到9级阵风 丹麦护卫舰故障恐物射导弹 通波罗的海 重要航道紧急关闭 星岛日报 一艘丹麦海军舰艇上的 导弹发射器启动后出错 无法解除发射准备 大贝尔特海峡 Great Belt 空域和海陆一度封闭 当局警告 有导弹碎片掉落的风险 启动弹命后 无法解除发射 大贝尔特海峡 位于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航线之一 也是进出波罗的海 Boltik Sea的主要海上通道 丹麦军方发布声明表示 导弹发射器在测试期间出问题 启动弹命后 无法解除发射准备 在解除之前存在导弹 可能发射并飞行几公里远的风险 涉事船舰是尼尔斯朱尔号护卫舰 Neos Jewel 该舰自2023年起 一直是北约常备海军部队的一部分 导弹桩有150公斤炸药 国防部随后发声明表示 专家进行了多次不同的测试 确认导弹没有发射风险 而且它没有武装 即使坠入大海也不会爆炸 航线关闭约6个小时后 于周四晚上重新开放 根据一份航行警告 事发区域正在进行海军演习 警告范围涵盖大贝尔特桥 The Great Belt Bridge 以南约4公里的区域 演习并于周五结束 大贝尔特海峡桥 则仍对车辆保持开放 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 在第771天的关键事件综述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以下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 在2024年4月5日的主要情况概述 战事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 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人 其中3名救援人员在第一次袭击后 前往提供援助时遭遇的第二次袭击中丧生 地区州长西涅胡伯夫表示 共有12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严重 此次袭击还导致近35万人断电 据当地官员称 在顿涅茨克 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 俄罗斯炮火和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 俄罗斯派驻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 占领地区的官员表示 乌克兰无人机和炮击袭击 共导致6位平民丧生 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顿河畔 罗斯托夫地区州长瓦西里·戈鲁别夫表示 当地防空系统摧毁了40多个空中目标 他还补充称 莫罗佐夫斯克区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 目前正在设法恢复宫殿 摩尔多瓦边境警察表示 他们在距乌克兰边境约500米处 发现了一架似乎是由伊朗制造的 俄罗斯无人机的碎片 该地区目前已被封锁 政治与外交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中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之际 发布的包含12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是合理的 因为他所依赖的基础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因的分析 以及消除这些根源的必要性 而一些人却认为这项计划不够明确 由Monitor杂志进行并由公共广播公司 二播出的一项调查称 有两家德国建筑公司参与了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重建 俄罗斯在长达数周的围困后占领了该市 有数千人在此期间死亡 这座城市也因此沦为了废墟 乌克兰表示 其东部城市克拉玛托尔斯克的一名居民 因犯有叛国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在去年6月帮助俄罗斯对一家比萨店进行导弹袭击 并造成13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 瑞士在去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为60年来最快 而这主要受创纪录的移民数量推动 其中包括数千名来自乌克兰的移民 武器 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表示 捷克将捐赠数千万欧元用于其主导的一项 为乌克兰购买数十万发炮弹的计划 首批交付预计将于今年6月完成 北约成员国同意从其武器库中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以帮助乌克兰保护自身免受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 但却没有提供具体的目标或承诺 广东韶关暴雨成灾马路城和汽车被冲走 一大桥铁架被冲塌 星岛日报 在广东韶关 气象台今5日发布真江区、武江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受强降雨云系影响 上午10时到下午4时 武江区、真江区将出现暴雨并伴有雷暴 据悉 当地一大桥铁架被冲塌 多处道路被禁 甚至有居民家中插座插孔不断漏水 转移800余人 7条公路中断 广东省防汛防汗防风总指挥部拓 4日印发通知 宣布全省于当天进入2024年汛期 越北地区首先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 韶关多地遭遇暴雨导致内涝 截至4日晚9时 据不完全统计 韶关全世界报7条公路中断 其中多条道路边坡塌方 当地临时转移群众 据南方家报道 面对恶劣天气 汝源泉县有关部门文讯而动 成功救助因大雨 受困于河边板房的7名群众 和困在大峡谷谷底的3名群众 据广州日报 截至4月5日凌晨 韶关市共转移800余人 以妥善安置 浙江小六男童 高1米91爸爸 亲报长高秘诀 星岛日报 浙江一名12岁小六男生 就读于杭州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在学校高人一等 身高有1米91 甚至一年半长了22厘米 该男孩叫熊子涵 出生于201年10月 目前身高191厘米 体重90千克 我自己身高176厘米 孩子妈妈身高168厘米 家族方面也没有特别高的人 熊爸爸表示 小熊是家中独子 从小就比同龄人高 这两年更是像春笋一样 快速生长 小熊三年级时曾看过生长发育科 也拍过古龄 当时古龄超了两年 医生说长到1.8米有点困难 我们觉得1.8米够了 后面也没干预过 没想到直接飙到1.9米以上 熊爸爸表示 小熊作息比较规律 一般晚上10点休息 早上6点40分左右起床 睡眠质量也很好 一躺下基本几分钟就能睡着 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什么都吃 尤其喜欢肉类 各种肉都爱吃 平时也没特别锻炼 有个小爱好就是打个篮球 班主任心中小暖男 教书15年的班主任 鲍老师表示 6年级的学生长到170厘米 也叫常见 但长到191厘米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鲍老师说 小熊是个善良 仗义的孩子 平时班里的后勤工作 都会主动承担 尤其是拔河比赛 每次都是班级里的主力军 在鲍老师心中 熊子涵还是个小暖男 他家住学校附近 每天都是自己上下学 今年三八节 他们小区物业在送鲜花 子涵一大早拿了一朵鲜花送给我 我们只收学生做的卡片 但他的那一朵花 我破例收下了 同学撑起鼓到热肠 每次擦黑板 我够不到他 都会主动过来帮我 下雨天帮我撑伞 因为我们身高差挺多的 每次为了不让我淋雨 他的另一边肩膀都是淋湿的 周子墨同学 经常和熊子涵玩在一起 说起这位热心肠的好哥们 他满脸自豪 当被问及长这么高 有没有啥尴尬事实 小熊吐槽 曾在路上被低年级的小朋友叫叔叔 感觉有点滑稽 别的倒也没啥 就是衣服比较难买 像校服的话 现在就要定制 熊妈妈说 我们刚来杭州时 他穿的鞋子是常见的43码 现在已经要穿49码的鞋子 每次鞋子脱下来 都像一条船 他现在的鞋子很难买 只要看到合适的尺码 我都要多买几双豚起来 熊妈妈说 据了解 医学杂志柳叶刀 一份最新报告中国男性35年间 平均身高增长9厘米 该话题上微博热搜 该杂志2021年底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 1985至2019年的35年间 中国青少年5至19岁 是全球身高增长最快的群体 增长近9厘米 巴勒斯坦儿童 在一年一度节日期间发生悲剧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每年的4月5日 是巴勒斯坦儿童节 而今年的儿童节 正值一方面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发动了灭绝战争 另一方面约旦河西安暴力升级 至此之际 巴勒斯坦和国际官方 及民间社会机构 发布了有关巴勒斯坦儿童状况 以及侵犯其最基本权利的 令人震惊的报告 特别是自2024年10月7日 对加沙的侵略开始以来 这促使人权组织呼吁发起一场 停止针对儿童的运动 阅读更多List of 4 Items List 1 of 4 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今日发展 援助路线将在非地北部短暂开放 List 2 of 4 以色列为何不断对叙利亚发动袭击 List 3 of 4 关闭威胁 以色列以前什么时候针对过半岛电视台 List 4 of 4 以色列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要求内坦亚胡离开 这会发生吗 End of List 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 自侵略开始以来 占领已导致超过14,350名儿童死亡 占同期加沙地带劣势总数的44% 并指出失踪人员约7000人 其中妇女和儿童占70% 报告称 自10月7日至周三 约旦河西岸已有455名劣势 其中有117名儿童殉难 自侵略开始以来 在西岸流离失所的1620名巴勒斯坦人中 有710名儿童被驱逐出境 中央统计局预计 到2024年中期 巴勒斯坦国18岁以下儿童人数 将达到约243.2万人 占总人口的43% 关于逮捕行动 报告指出 2023年 约旦河西岸有1085名儿童被捕 其中是侵略加沙后被逮捕的500名儿童 其中318名儿童 在耶路撒冷被捕 其中204名儿童仍被拘留 人口普查报告显示 加沙地带约有43,349名儿童 没有父母或没有父亲或者母亲 2020年这一数字为26,349人 本学年 加沙有62万名学生 被剥夺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 半岛电视台 营养不良 巴勒斯坦人口普查声明 提到了正在加沙地带肆虐的饥荒 迄今为止已有28名儿童死于医院营养不良和脱水 而加沙北部和拉法儿童的急性营养不良率 与2024年1月相比增加了一倍 加沙北部2岁以下儿童的这一比例 从16%增加到31% 拉法2岁以下儿童的比例 从13%增加到25% 中央统计局表示 超过81.6万名儿童 因以色列的侵略而需要心理援助 以色列的侵略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恐惧 焦虑 抑郁和心理创伤 在教育方面 报告指出 加沙地带62万名学生 在2023-2024学年 被剥夺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 巴勒斯坦就读学校的劣势学生人数 达到6050人 受伤人数为10219人 其中绝大多数在加沙地带 被拘留的学生人数达到105人 全部来自约旦和西岸 来自加沙的声音 心理创伤和儿童缺乏安全感 前所未有的侵略性 另一方面 保护儿童国际组织 则在一份新闻声明中 呼吁将4月5日定为声援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侵略的 巴勒斯坦儿童的国际日 其在半岛电视台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补充说 他与其他组织合作 发起了一场运动 揭露以色列占领期间 对儿童犯下的罪行 提为让巴勒斯坦儿童日 成为声援巴勒斯坦儿童的国际日 保护儿童国际组织称 占领的侵略影响了整个儿童权力体系 特别是基本权力 例如生命权 生存权 发展权 以及其他与健康 教育 水 食物 药品 清洁环境和住房有关的权力 保护儿童国际组织 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 对加沙地带的侵略 以拯救平民的生命 特别是儿童 并要求占领国为儿童提供保护 使他们能够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 并为加沙地带的儿童 提供医疗和心理治疗 埋在废墟下 占领导致儿童菲拉斯 阿尔加夫及其家人死亡 最可怕情景 另一方面 保护儿童国际组织负责人 哈利德·卡兹玛尔 告诉半岛电视台说 自10月7日以来 儿童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自1948年大灾难以来 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补充说 冷血的占领军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 他一下子炸毁了整栋住宅楼 造成100多名烈士死亡 其中包括大量儿童 哈利德·卡兹玛尔表示 自侵略开始以来 该组织在现阶段所能做的 就是与其在世界各地的关系网络进行沟通 包括民间社会组织 人权组织和儿童权力组织 以便传达实地发生的种族灭绝罪行 他补充说 我们一方面呼吁所有能够制止 这一罪行的相关方介入 另一方面 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和防止种族灭绝罪 公约成员国追究责任 以确保这种情况 不会在世界各地再次发生 周四 巴勒斯坦多个省份举行了题为停止战争 给予加杀儿童生命的首页活动 各地方 区域和国际机构 工会和活动都呼吁这样做 恐怖一刻 赞比亚大象狂追先翻观光越野车 美国80岁负重伤亡 星岛日报 非洲赞比亚的国家公园发生恐怖意外 一组游客乘越野车探险 Safari Drive期间 遭发狂大象反复冲撞越野车 导致一死五伤 一名来自美国80岁老富伤重不治 相关新闻 大象祭祀期间突狂性大发 菜鸟相夫惨遭又踢又踩当场丧命 由国家公园遭大象蓝图节节骗疯船 观光客这样做保命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意外于三月底在赞比亚 Zambia西部的卡夫埃国家公园 Kofui National Park发生 网传影片显示 大象在发现六人团体的越野车后不停追赶 原本大象与车子保持一定距离 起了车子突然停下 导致大象追上 并将越野车掀翻 游猎团体负责人文森 Peith Vincent解释 越野车之所以停下 是因为地形和植被阻碍 导致无法移动 他说这是一场悲剧 他们向死者的家人质疑最深切的哀悼 并将支援遭遇到这次意外的其他客人和导游 事件中一名80岁美国妇女因伤势过重不治 当地官员表示 妇人的遗体将会在未来几天内运回美国 另有四名客人受轻伤 需接受创伤辅导 一名妇女被送到南非的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赞比亚警方 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赞比亚的邻国津巴布韦 Zimbabwe和波扎那 Botswana也各自对国内增加的大象数量 感到担忧 津巴布韦近年也发生了几宗致命的大象袭击事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